电影海角7号写下了不少国片的新纪录 而事实上您知道吗 这部电影当中的抢尽风头的这位茂伯还真有奇人呢 真实版当中的这位叫丁伯 他是在云林台西乡邮局 而且已经退休了一位老邮差 他的名字叫做丁苍元 四年前丁苍元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 不过这封信呢 我们来看从日本寄过来 信上面写的是台南征虎伟俊 海口庄到底是哪里呢 原来这都是日剧时代的旧地址 不过丁苍元不放弃不断的寻访 终于把信送到了 穿上退休前的邮差制服 头发已经斑白的老邮差丁苍元丁博 就和电影海角7号里的茂伯有几分的神似 而事实上丁博也正是海角7号导演的灵感来源 四年前在云林台西邮局任职的丁博 收到了这封从日本大阪寄来的信 但信上收件纸写的是台湾台南州 虎伟俊的日剧时代旧旨 收件人姓名还将陈误写为正 但丁博不放弃展开超级巡人任务 就是这样不断的巡访总算让丁博将信交到陈家仁的手里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费力 不直接将信盖上查无此人退回 丁博腼腆地笑笑说 这就是邮差该做的事吗 一份身为邮差的使命感换得收信人欢笑的泪水 也激发了一部感动千万人心的电影 当了四十年邮差的丁博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电影主角的化身 一位是茂博一位是丁博 虽然有些不同 但却都展现了台湾人的务实与淳博 大家新闻思维谢谢全特别报道 务实淳博又竞争指手 这就是云林台西邮局的丁苍元 不跟电影当中不太一样的就是 电影当中所送达的是戚风 陈丰多年的情书 不如丁苍元送达的 则是日本关系电厂的一封古习通知书 那么收信人这位陈奇言先生已经过世了 他的儿子陈飞鹏收到了这封信 他也写了一封亲笔感谢韩 向邮差表示 一定会把这封好共用宋达的信 好好的珍藏 四年前陈飞鹏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 收信的是已经过世的爸爸 我的爸爸过世十四年了 那么十四年后台西邮局就把这个日本关系电历公司的通知给我 我觉得很惊讶 也很感动 原来是我爸爸他在生的时候 他参加了这个日本关系电历公司的股票 经过了一夹子收到爸爸生前投资的股息勾起了满满的思念 陈飞鹏很珍惜这张股息通知单更感恩邮政人员死性活头的用心 媒体报导他才得知海角七号这部电影 原来是把父亲和邮差的真实故事当成题材 我有听说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西的邮差送来才引起的灵感 你会去看这部电影 我明天会去看看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陈飞鹏说两个年代不同时空 因为一封信串联在一起 谱出了感人乐章 大爱今晚双词人 调学信云林报导